欢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台积电在昨天举行的法说会 缴出了超级亮丽的成绩单 所以也激励在今天盘中股价的最高 来到1100块钱的新天价 而且台积电董事长魏哲江 在昨天也说客户对这个两奈米的需求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甚至比三奈米还要更强劲 那么相关的概念股 接下来是不是持续看涨呢 事实上在台积电昨天这个法说会 有很多的韩国人也都相当的关注 就有网友说在YT上发现 TSMC的影片几乎都是韩国的 最主要是因为其实很多韩国人 他们也有买美股 除了辉达之外 另外就是买台积电的ADR 所以也非常关注台积电法说会的一个表现 不过针对美国方面现在传出说 他们在调查台积电到底有没有替华为来生产晶片 那么对此台积电则是回应说 他们都是遵循法规的 而在这一次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他又开进口了 他说AI本质上其实就是机器人 当然他进口一开也带动了相关的机器人概念股 再冲一波 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又要如何来观察呢 还有呢可以看到这个Nike的倒勾鞋 真的是要价不菲 不过现在是不是变成是时代的眼泪呢 因为就有这个家长说啊 自己的小孩穿这个Nike倒勾鞋到学校呢 结果反而是被穿New Balance的同学给嘲笑了 事实上呢New Balance的这个鞋子 这个复古鞋呢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在全球卖了三千多万双 而这当中呢有八成都是台湾的终结投控来这个代工的 那么现在终结投控呢 在十二月中呢要挂牌上市了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观察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台积院六所所长吴孟道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金周看顾问林鸿文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玉凯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威良 台积电昨天的这个法说会 当然交出了令大家眼睛为之以亮的这个成绩 但也带动了这个台积电ADR在昨天狂飙了将近一成 那么台积电董事长的魏哲佳 他说这个两奈米的需求 真的是连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强劲 是的 那昨天的台积电呢 最好的诠释就是说呢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一股不卖 奇迹自来 什么叫做呢 业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那基本上呢 大家都很担心 包括呢 其实在召开法说会之前 我跟身边一些法人朋友讨论 大家也都蛮担心的 股价会不会提早反映了 因为资优胜达最怕的就是 哪怕你只有99分 那都有可能呢 让市场有失望性的卖压 没想到呢 台积电硬是呢 把它的一个成绩 摊盖给大家看 叫做好到破表 所以昨天的ADR呢 已经率先改写历史新高 那盘中最高来到212.6 那中长说在205.84 这个叫做先人指路 因为呢 如果我们用呢ADR来折算 算回呢 台积电的股价的话 应该呢 已经相当来到1368元 他现在还是溢价的 代表说台股的这个 还有上涨的空间 是 当然呢ADR呢 因为跟毕竟台股 它是在两地分别交易 所以它的价差始终会存在 它不会回到价平 但是呢 两者的一个变动方向 其实是一致的 一步一趋 那也可以这么说 ADR呢 跟2330的远古 就像是呢 两个一起在登山的时候 ADR走在前面 所以它所有走过的这个路线 轨迹到最后呢 台积电远古都会跟上 所以也就是说呢 昨天所出现的这个1368的价钱 接下来台湾的台积电的股票 一定也会看到 所以我们才说呢 一股不卖嘛 奇迹自来 那昨天法说会当中呢 我想重点 其实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 但是呢 我们把稍微这些繁杂的重点呢 再归纳清楚 其实可以分享 就是两个产业的选股焦点 第一个部分呢 其实由魏哲嘉的口中 亲口所提到的 目前的AI需求 真的是呢 非常疯狂 非常的好 那这等于就是跟黄仁勋 互相的形成 危机呼应 那就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今天的盘面 你看哦 不是说只有在涨半导体股票 反倒是呢 很多AI股也 就是趁势崛起了 是 对 因为就印证说呢 从现在开始 那进入到呢 GP200要拉货 然后明年呢 其实相关的晶片都卖光光了 所以整个需求真的没有问题 那第二件事情呢 其实就看到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的部分 2奈米就是下一个 世代的重点了 现在呢 所掌握到的客户端的需求 已经比3奈米还要来更好 那以规划的产能来说呢 从台湾的南到北 总共有7座厂 这个在过去历史上 从来没看过台积电的 单一代的制程 有这么多的一个产能规划 所以就显示出 进入到呢 2奈米的时代 台积电的业绩 将会呢 再往上跳成 所以我认为呢 你要想想看 到底谁是台积电呢 真正能够呢 进一步再往下一关卡 闯进的一个最佳伙伴 因为盘面当中 说实在话 讲的台积电概念股 台积电大柠檬 真的太多 可是呢 很多股票有时候呢 可能只是呢 沾个边 那有些呢 其实呢 跟他也没有什么 太直接的关系 那我今天跟大家 举三档股票来看一下 就是锁定两奈米的 个股来做布局吗 没错 首先我们看到 在新贵市场的 所谓的特化股王 特用化学材料 4749新印材 它半导体的营收 在今年底呢 估计可以来到74% 在所有盘面 上市贵的 所谓特化股当中呢 没有一家半导体的 营收可以占比 来到这么高 而且他所生产的产品呢 门槛也高 所以呢 毛利率就很明显的 高出一大截 那如果以他的 光阻清洗剂来讲 已经呢 取代了3N 成为台积电的 独家供应商 所以这个产品呢 它是要打国际杯的 是台积电未来呢 进入到2奈米 不可或缺的伙伴 那再来我们看到 1560中砂 主要产品呢 就是钻石跌 那全世界呢 也只有少数厂商能够提供 但进入到3奈米的时候呢 中砂的市占率 已经拉高到7成 那未来呢 公司估计 如果在2奈米的时候 台积电将更为 倚重中砂的钻石碟 所以市占率 可能可以提高到8成以上 这已经接近独占的地位了 那因为2奈米的一个 抛光次数将会呢 大幅度的提升 那钻石碟呢 它的耐用的年限 也会缩短 使用量当然就会明显增加 最后呢 我们再看到351适合 这做半导体 跟光电设备的清洗 清洗重不重要呢 你想想看 在生产制程当中呢 你只要有一些 一点点细微的杂质 都会明显的影响到呢 晶圆的良率 所以呢 在整个清洗的一个 相关的供应伙伴当中呢 台积电现在呢 也已经认证了四核 那也确认就是呢 可以进入到2奈米的一个清洗 那相对来说 它的毛利也会提升 那大家如果稍微看一下 这三档股票的股价走势 如果你再去对照台积电 其实有没有觉得呢 乍看是还蛮雷同的 是 都大部分呢 前高拉回之后呢 整理然后电高再突破 然后都来到近邪右上角 所以我要印证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主将在往前走的时候 真正的带刀侍卫 你是不可能还是 还是在脱队 还留在后面嘛 你要一定要跟上来 在主教人旁边 也就是说 当台积电往COVA 往二奈米先进制程走的时候 真正的好公司 其实呢 一眼看线图 也大概能够变出真伪 好 不过我们再请教薇良 其实在昨天举行法说会的 当然台积电呢 因为成绩好吸走了 所有的这个光芒 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家 重量级的公司 也是有召开法说 当然就说 怎么召开完法说会之后 变成是好像办法会了 因为在今天的股价 是爆量重挫的情况 大家就说 是不是董事长 林恩平太诚实了 今天几乎打开了各大媒体 我们快要忘记昨天还有前谷王的法说会 其实昨天是拳王台积电 跟前谷王大立光 同一天办法说 但是所有的媒体焦点 都是在台积电身上 那当然大立光 向来就是台股当中 其实让人非常敬佩一家公司 很务实 那他的董事长 也有所谓老实书 那真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他说第四季是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明明这个时间点很多公司 三十分的成绩 也把自己讲成像九十分一样 那其实这个大立光 当然他的优缺点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那当然只能说 你相信他的技术实力的话 那其实这边也不要去杀低了 那至少公司 他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回到法说会 法说会的Mega 你要看清楚 其实可以分成几种类型 到底是每次办法说 他是加分还是扣分 这个大家很关心 其实我把它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公司自己 但是他是定期的 就像台积电这些大公司 他自己所做到的 这种负责任态度 比证交所规定还要更严格 一季就会办一次 一季就办一次 对 所以像台积电大立光都是一样 每年的一四七十月 各季度的第一个月 他就会办了 那这种就是 因为他就是例行性的 所以他不一定说是有利多 有时候就像大立光这样子 丑媳妇也是要出来见公婆 不好我就老实跟你讲不好 所以就不小心有一些公司 他就变法会了 那第二种是公司 平常没有在办 但是他不定期 一年里面我一定要选一个时间 那当然不是看农民利 所谓的良辰及时就是 我公司有利多 我可能接到新的订单了 或者说我的业绩 要从谷底开始转折 要翻扬往上 要爆发了 我这时候来讲 那就是事半功倍了 所以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听到好消息 那第三种是券商邀请主办的 那券商在观察台股将近两千档股票的时候 当然他会筛选 所以他为什么挑了A公司 不挑B或C 那表示A公司就是他们很有兴趣 或者说他已经其实有提前掌握到 应该是有不错的消息 可以来挖宝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口袋名单 尤其有时候他们办大型论坛 外资也很喜欢 那现在本土法也很多都会办大型论坛 那一种就像是重量级的巨星登场 那第四种是官方办的 证交所或贵买 那这个是他们选 他们认为心目中的机优身 希望让他们的整个财务状况 营运早上更透明 请他们来说明一下自己的业绩 对 但我老实说 官方心中的机优身 跟市场所认定的机优身 有时候不能划等号 所以官方认定的机优身 它不见得股价会涨 对 所以整个看利多的一个机会 我并没有那么乐观 最后一种就是私访座谈 这时候就是可能两三个法人 大家约一约之后 直接去公司拜访 在会议室聊聊喝咖啡 那这个时候往往就可以挖掘到 真正第一手最核心的内幕消息 但一般这个市场的散户投资人 是没办法接触的 就要可能没关系要找关系 要靠人脉 要靠人品 那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 陆续有一些相关的法说会 大部分都跟AI产业有关 所以我相信AI题材的热度 应该会持续升温 那建议大家就可以特别去关注 像几个大型券商所邀请的 这表示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他们的口袋名单 如果股价又是在相对整理过后 低位置的话 那后续法说会过后 正向反应的机会又会更高 好 刚刚微良看到了 但我们看到的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不过说到在昨天台积电法说会 真的表现非常的亮眼 不只是台湾的投资人 非常的一个关注 其实在韩国的投资人 好像也非常的关心 我们要请教洪文哥 那昨天就有网友说 在网路上YT 看到他们第一时间发出来的影片 几乎都是来自韩国的 对 我想韩国人 其实韩国人投资 其实是很厉害的 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Tesla在涨的时候 韩国人买Tesla 对 买了很多的特斯拉股票 所以你看这一次台积电在涨 他们也一样 你看这个YouTube上面 我真的去搜寻一下 很多真的影片都是来自韩国 然后昨天台积电在办法说的时候 有一家韩国的网路上的直播 他的频道就直接播 然后有一万多人上线观看 这个我不知道台湾的 台湾的法说会有没有这么多人看 都没有那么多人去看了 是 所以我想这个 所以一堆韩国人买了辉达 又买了台积电的ADR 我想他们当然 因为他们投资美股 所以选的就是辉达跟台积电 对 那我觉得也很 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动态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台积电创新高了 辉达接近创新高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个是有趣的 另外就是说昨天那个法说会 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其实很快 如果你法说会的话 一个小时内就结束了 那还有趣 那个陆行之间说 就很少看到神山法说 这么一个小时就解决了 成绩都这么好了 还要再问什么 没有什么好问的 因为所有的好的成绩都端出来了 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 接下来要看明年了 那明年不只是3奈米 2奈米的需求也很大 那这个魏泽家还讲到 A16就是1.6奈米 也很需求也很大 那个HPC业者 那个这个要求很多 希望他们多下一点 这个多备一些产能 他们要用 其实魏泽家他自己针对2奈米 他都说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需求会比3奈米还要强 是 那我想这个 这个道理应该也很简单 没有对手了 是 因为我想Intel三星 他们3奈米都做不出来了 还有2奈米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台积电 到这个我们常在讲 那个摩尔定律碰到瓶颈 可是台积电又想了一堆方法 把它解决掉 所以让它2奈米也可以 让它那个晶片的功能 耗电都可以增加或减少 那昨天另外一个事情 黄仁勋永远不寂寞的 他也出来讲 很有趣 这个一个小黄仁勋 他就讲就是说 未来的这个AI 这个发展 非常重要就是说AI的代理 那AI代理 所以他说说会有一亿个小黄仁勋 来帮大家忙 帮大家做事 那他说人工智慧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说理解物理世界的实体机器人 这我们平常都可以想象得到 另外一种是理解信息世界的信息机器人 那这个概念就是说 就是我相信是比较偏软体的应用 然后现在事实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种AI的软体 它已经在帮忙你做很多的事情 帮人 Chair GBC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好 所以这个AI是真的 未来讲说是真的 他们说他们只要提升1% 就减少10亿美金的那个成本 所以或创造10亿美金的这个获利 所以这个是AI是真的 那另外就是说 接下来明年更重要的是资本支出 对 在这一次有些微的提升一点 对 那他说这个明年的 今年的资本支出略高于300亿美金 2025年还会更高 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看起来接下来资本支出 比较会偏重在海外 包括就是说美国 美国第一座金颜厂已经今年4月就在市产了 那良率听说是不错了 那另外这个二厂呢 它也会在2028年量产 那2023年会有第三个厂 那另外熊本厂已经一厂已经完成 这个市产的验证了 所以这个我想本季就可以开始量产 那二厂呢 2025年第一季开始建 那另外欧洲厂呢 2027年要量产 所以你看这个资本支出一定不会少了 美国 日本 德国 哇 这个三个地方都在扩建 这个资本支出一定不会少 加上台湾其实建的厂不会比这个海外还要少了 对 所以我想这个资本支出增加 概念很简单就是台积电已经不是一个人武林了 它的这个影响力会让很多设备材料 整个供应链都会因此被带动起来 都会有机会成长起来 好 不过我们要再请教洪文哥 大家就说这个台积电当然它在这个地位 现在是无可撼动的 它的对手英特尔三星根本看不到它的车尾灯 但是它有没有一个风险存在呢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不是地缘政治 尤其现在以美国大选的部分来看的话 大家觉得好像最近川普胜选的几率又变高了 那川普的不确定性又很高 会不会到时候提出一些要求 包括像是有没有可能入股台积电 或是要求台积电去美国设更多的厂 是 我想我们之前都在这个节目讲过 就是台积电现在基本面没有问题 没有竞争对手 它的敌人是谁 就是地缘政治 或者是我们更简化一下 是川普 川普是可能是台积电未来 接下来的最大低人 那所以今天像昨天晚上美股涨很多 今天台股也涨很多 很多人都抢不到 或者是觉得说 这个不知道要不要买 当然大家不用担心 接下来我说基本面很好 可是川普一定没事会出来 给你放一些利空 让股价稍微修正 所以你跌下来一定要买 那讲到就是说 这个新闻网站 这个Information 它就引述两个人在讲 就是说现在商务部在调查 台积电有没有帮华为生产AI晶片 或智慧手机晶片 那当然它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它可能不是华为直接下单 它可能是透过它的仲介 或者是第三方去下单 然后再转给它 不是直接可能是间接的 对 那所以台积电是现在 就是说美国可能在调查 是说你有没有 non-eval customer 你有没有把你的KYC做好 那这件事情 如果有违反 那就很麻烦了 那台积电很火速就回应 对 你看他们说公司是守法的企业 那我们会遵守各种法规 其实这个东西是蛮敏感的 所以他们的回答也很快 很敏感 很敏感 那所以他一定要第一个时间回答 第二个就是说 也搞不好就是真的有在调查 所以他要赶快回应 所以这个我想 所以我讲就是说 它的敌人是谁 不是三星不是Intel了 现在是可能是地缘证书 或美国政府或川普 是 好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看到亚利桑那州的媒体 他们也报导就是说 我们之前说 美国政府要给他66亿美金 那这个补贴会不会 大家知道11月5号就要选总统 如果是川普的话 他会不会就不承认了 说这些都不算数 这个我觉得当然是 因为川普这个人你抓不住 是有可能的 这个那但是我自己的判断是 这样的机会不大 就是说你不补贴他 其实对他来讲是更不好 因为你想想看 Intel三星都做不出来 台积电如果 台积电如果这个厂没有运作好 对美国的 他们不是有一个大目标吗 要重回制造 要这个制造 半导体制造要提升 你是做不到的 如果台积电也跟你 你要你补贴我就慢慢来 那所以你这个事情我觉得 而且而且就是说 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是选前 所以他一定会讲这样的话 可是选后呢 他还是要当一个总统 这样的一个位置去 选后还是多少会有压力 好所以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晶片法案 但是晶片法案这件事情 就是说66亿美金的补贴 川普可能还是可以给你一些什么 比如说慢慢来 或者是给你附加条件 又或者是可能会砍价 不会给那么多也是有可能 对或者是就是说要求你很多 不然你的制程技术要提升 你的厂房进度要增加加快等等 附带条件可能会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 那我觉得川普是在破坏什么 这个这个法案呢 其实是两党通过的 对 共和党民俗党通过的 所以他也可能会失去国会的支持 然后也会同时影响到 美国的就业市场 那个是好几千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利空 我们当然还是要关注 好刚好洪文哥 但我们看到是在台积电 然后现在呢最大的风险 其实还是来自于 在地缘政治的一个部分 不过台积电的这个需求 如此的一个强劲 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 在AI的一个带动 而且我们要请教玉凯 这回答只是讲黄仁勋 这一次又开金口了 他直接说这个AI的本质上 就是机器人 当然在17号的时候 带动相关的族群 都直接往上冲 是的没有错 因为其实为什么讲说 本质就是机器人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位来宾 也有讲到嘛 第一个AI可以分成两块 就是说实体的AI就是机器人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AI智慧体 可是其实机器人本来 就也是一个AI的智慧体 就是说一个是有形 一个是无形的 所以以后往后我们的生活上 现在我们可能某个程度上 会有接触到一些机器人的部分 比如说像这个达文西手术 他就用机器手臂 或者我们现在可能去餐厅 去饭店 会看到很多那种送餐的机器人 送备品的机器人 当然他现在还是执行 很单一的任务 可是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多 收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 那重点是黄文鑫他说呢 将来会实现 所谓超人式的生产力 因为其实机器人也好 AI也好 他相对我们人类 就是说他能够有我们 非常达不到的这种效率 好 那现在其实这个 这个这一杯羹 大家都会来分 包含我们的这个汽车业者 丰田汽车的研究部门 和现代汽车 也有一个合作 对手之间合作 对直接合作 准备要来开发 这个AI的人型机器人 当然他有几个用意 比方说他可以仓储 他可以管理货物 他可以做看门 这些也是比较单一任务型 可是你不需要去 一定用到人类的这种 这种工作的任务 就可以交给机器人 好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进行老年的年长者照护 我们知道说 现在其实长照也是一个 我们不论是国内外 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好 所以说汽车业者 所以除了在这个 自动化的产线 这个潮流先锋之外 其实很多的层面 都希望说可以引入到 所谓的这个AI的机器人 好 那目前呢 以集邦的调查 晶元代工的产值 明年会抗争到两成 特别是在机器人的这个商机 即将会来做一个爆发 那值得一提的是 下个礼拜 台湾国际的光电周 现在其实只要 不论是讲到光电周 讲到什么细光子论坛 其实都不脱离 AI跟机器人这样子的议题 那现在的这个主题 是前瞻技术 其实也会有一些 相关的业子经纪做卡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几档呢 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这个相关机器人概念股 我们列出了10档 巴胺索罗门 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 之前最具代表性的 可是确实上半年的EPS 开不太出来 0.35元有赚跟没赚一样 好 那蒙利跟台湾经纪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做减速机 对 减速机就像 我们说汽车有引擎 引擎之余变速箱 就很像是马达之余减速机 好像有一个东西 来去做一个调控 是 这个有段位的调控 像我们之前有时候 看一些影片 机器人可以拿鸡蛋 那个力道的控制 或以后可能也会有 按摩机器人嘛 按摩它用力 你可能肋骨就断了嘛 对 所以说这个减速机的作用 非常重要 控制它的力道 对 那减速机有分成三种 蒙利是做斜坡型的减速机 台湾经锐是行星式的减速机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经锐它是一个隐形冠军 上半年很赚钱 一股赚八块二 对 它非常非常赚钱 因为其实它的毛利 远高于这种斜坡式的减速机 非常非常多 好 那大概因为上营 其实这都是我们非常熟知的 工具机业者 因为其实机器人 我们讲如果说是在 可能晶片的开发 我们也许不如国外 可是假如工具机这一块 应该不是德国日本就是台湾了 所以很多工具的业者 这一块都是有受惠 特别在关节的这个部分 好 那值得器重元件 高峰等一下我们会来 做一个重点提醒 那金浩这张股票有点意思 因为以前大家比较联想到 是连接器以及连接线 可能是比较偏车用相关的 那可是它很多的业者 也会借由这一波的机会 跨入到所谓AI机器人的这个领域 那它上半年还是亏钱 还是亏钱的 不过没有关系 可能准备要起死回生 好 那广名当然就是旗下的达名 跟这个回答也有做一个密切的合作 鸿海很重要嘛 因为其实你到最后组装成品的话 你还是需要一个 有品质的一个业者 来执行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来大家看 这个四档股票 好 机器人相关的 是的 首先第一档 我们来看高峰的部分 高峰应该算是 这四档股票里面最票悍的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看 这半年来走时就知道了 这边是可以连续涨停这样拉 然后呢 没有量对不对 因为分盘交易 然后再拉一段 再分盘交易 好 那可是呢 我们拉了两大坡之后呢 其实它到这边 出量 大概会有一个这个 我们讲 主力获利出场的一个动作 对 所以它是有拉回了 它是有拉回 可是我们可以留意到 最近它的走速很妙 拉回拉回来 拉回到这边 大概跌破四十块之后呢 其实慢慢的 承接的力道出来了 又出量了 对 最近开始出量 因为其实它也刚好回到 前坡的一个盘整区域 就是说在这边 我们讲筹码换手的一个区域 我觉得在这边 这个价位附近 大家慢慢可以来做一些留意 高峰的部分 毕竟它股性非常活泼 有时候机器人议题 一带动上来的话 它股价会冲在最前面 好 那刚刚我们讲到台湾精锐 那应该是这四档股票当中 这个走势最精彩的一档股票 其实从我们讲年终啊 两百多块 今天已经来到八百二十二元了 这档股票 我们先来做一个破题 目前法人圈对它的看法 大概是已经看到四位数 对 因为今天是创历史新高嘛 那其实有机会看到四位数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本身它的行星是减速机 它是一个非常高毛利的产品 其实它的毛利高到多少 高到跟台积电差不多 大概是五十五到六十个percent 而且它我没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全球第四名 前面两家 一个是日本业者 一个是德国业者 第四名就是它 那它的这个基地位于台中 算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工具机的隐形冠军 这一档股票 因为八百出头到一千块 我觉得还有一定程度的空间 大家后续也可以慢慢做一些留意 好 那当然鸿海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档股票 其实我们讲之前攻到二三四之后 做一个微波的回档 震荡震荡震荡 其实现在要赚到两百块以上 你今天大涨的话 它今天是比较在休息 是的 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鸿海这几年的转型算相当成功 因为之前大家说 你好像去年度 这个广达在涨 伪创在涨 你都没有动 我觉得鸿海之所以没有动 是因为它现在在调整它的体质 慢慢它会成为所谓的控股公司 大家已经不会用一个代工厂去看它了 是的 那控股公司有个好处 就是说它其实每年度的获利是非常稳定的 也许不会报充 但是很稳定 它现在可以稳定 也许都是在八块十块 甚至往后再往上垫高 那目前鸿海呢 今年度的这个EPS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一定是十块以上 明年度 大约现在市场幅都是估在十五元 那以现阶段 大概会给予它的一个本益比 它现在本益比还偏低 对 还偏低 十五倍的话 其实两百二十五元 是鸿海的一个合理价 是 合理价格 那我们说如果在多头行情的话 其实这个合理价格 不见得是 只会受限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两百二十五元以下的鸿海 我觉得都算是有机可乘 是 好 那最后一档 我们来看看这个金号 刚刚讲到说 它是所谓连接器 连接线的一个厂商 来开始讨论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天开始出量 而且昨天外资大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金号昨天下午 它有一个这个产品发表会 在南港的汗来饭店 它发表的产品 就是所谓的AI机器人相关的 因为其实它从去年就宣称说 我要跨入到AI领域 可是这个指纹的雷声响 指纹的音响都还没有看到 实际上端出来 对 没有实际看到 可是昨天下午的这个新名发表会 办得相当盛大 还请了两大女神 一个徐若萱 一个李亚英 对吧 徐若萱动灵就跟机器人一样 李亚英这个三十多重 对不对 这个也是跟机器人一样充满活力 所以其实它是有备而来 它的四条产品线 全部都是给AI机器人的 所以它是非常有决心 在来做这件事情 我认为说 它这边出量 重点是位阶构低 未来也都是大家可以来留意的一个重点 好 刚刚预凯带 我们看到是在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产业 不过我们再请教这个吴所长 现在距离以美国总统大权 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在最近特别留意到美元指数的部分 就算降起两码 美元指数现在又来到了 两个多月的这个新高表现 他就说这个美元指数 现在又走高 是不是跟川普的胜选几率 越来越大有关 对 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是大家观察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当然也就是 刚刚其实斐鱼提到的 川普最近其实在赌盘 不是民调 在赌盘的这样的一个胜选几率 其实很明显在攀升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赌盘比较准 民调比较不准 是因为赌盘 它是牵扯到钱的部分 民调只是大家问的时候 大家可能是用嘴巴回答 反正也不干我的那个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在看这个时候很有趣 我说这很有趣的现在是什么 你发现到红色这条件 就是川普他的 在赌盘上面的胜率 那蓝色的 其实这是赫锦丽的胜率 你有沒有发现 最近从七月这边开始 这是拜登开始退选之后 赫锦丽上来的时候 哇 本来赫锦丽是有超越川普 对对 他们是一直在焦着 现在最近你发现 从十月开始 川普一直上来 那这时候很有趣 你就发现到 我们来对照一下美元指数 你有没有发现 七月的时候开始 七月开始 美元指数一路往下跌 刚好是说什么 赫锦丽的声势 一路往上来 结果最近川普上来的时候 十月开始 美元指数又往上走 很有趣 刚好就是一个完全是正向观的感觉 对 你就发现到其实很多观察这个现象 大家就在想说到底这样子 川普如果真的单选的时候 美元指数是不是真的很强 背后其实有一些道理逻辑 什么道理逻辑 因为你如果去想一下 川普跟贺锦丽 整个政策最大差别差在哪里 川普都跟你讲 我就关税百分之百 或者是我今天是全面性的 对所有国家客观税 而且反移民 对 而且反移民 反移民为什么会对 会对他的那个 便宜的劳工就没了 没有劳工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对通膨 会有一些刺激的作用 所以很有趣 我就再把另外一个 这是牛津大选 他们做的一些预测 就他们情境分析 你发现到什么 不管是川普或是贺锦丽 其实他们当选通膨都会上来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要扩大政府支出 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他需要去举债 他需要去花钱 这时候川普是不是当选的 花通膨上来的更多 对 所以你看红色是川普 他预测其实就简单来讲 因为川普就刚刚我们讲 有一些情境 包括关税 包括这些移民 甚至包括这一些的支出 都比贺锦丽来的大很多 所以预测的时候 整体这个黄色 这条件是大家都会上来 问题是什么 红色这条川普上来的特别多 是 贺锦丽单选的话 这个就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因为在高通膨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会比较想说 那这时候什么样 FED的利率 其实就维持在 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那当然他其实对美元 就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支撑的一个力道 所以我说这其实 为什么大家会把川普的当选 跟美元指数续强 把它做一个联想 我觉得这背后不是没有道理 那再请教吴所长 那联准会到底要怎么样来因应呢 那降息的脚步是会放缓 幅度也会缩小吗 是 我想在美元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回过头来讲 我说其实刚刚那个现象 当然我说 他不一定是个巧合 但其实真正美元转强 我觉得有两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基本面的一个状况 支撑美元这么强劲的演出 基本面表现 你还记得那时候九月 就大概十月初那时候公布的时候 飞龙 飞龙就位人数是就位市场的表现 他发现什么 他跳到二十五点四万人 市场那时候预估不过才十四万人 对 整整增加了十一万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看到 这飞龙跳升的时候 大家又哇 不对啊 当初飞的为什么要降两码 好像降错了 所以有一些学者 或是有一些专家开始跳 飞的当初决策是决策错的 但是我要说的 其实飞的不是决策错的 他当初只是什么 我先让这个降息 幅度大一点的时候 我后来慢慢才开始怎么样 把这个步调放慢 所以劳动市场的表现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某部分也验证费的 其实在看法上面 他一直在强调什么 美国经济其实是很强劲 他不会着陆 甚至他可能是什么 他只是一个预防性的降息 对对对 他是一个软着陆的情况 确实你发现到什么 这个礼拜公布的这个什么 零售消费证实的他这个说法 你发现到什么 他公布的时候 他月增零点四不剩 你说零点四而已 也没有很多 你要看一下 他钱只才零点一 对 他整整在零点三 而且市场预期 他也只有零点三而已 他比市场预期还强 那这时候我就讲了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说 为什么大家很关注 零售销售这个数字 是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基本上消费 占他的均匀比例 他就是一个消费大国 对所以他消费只要不弱的时候 你说他的经济会很糟糕吗 其实不会 从劳动市场的表现 从消费的表现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我没有把它列上来 初领失业救济基金 在昨天最新公布 对最新公布 在这礼拜公布的时候 他跟你讲什么 哇他又掉到二十四点一万人 对原本是前指大概是二十六万 就业市场也很强 很强啊 所以我意思说 他就支撑他的消费嘛 所以相对应的 他也把你 你如果直接看他Q3 其实包括雅特兰弹分行 包括胜路易分行 他们在估的时候 Q3他的GDP 大概有三点三不胜 这不是一个很糟糕 这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经济性的讯号 所以我说这当然支撑美元 更不要讲 你如果直接来看 这个公布的同时 你就发现到 很有趣的 高盛他其实在预估 整体未来 美国一年的衰退基金 他就把他什么 又把他调到整个 往下调到最低的 几乎是这一波以来 最低就是15%的衰退 就是高盛他认为 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 美国经济不太可能 会出现衰退 是 就是不保证不会衰退 但是他其实就讲 资率很低 更不要讲 Bloomber的共识 其实也是一直在往下降 所以我说经济面 如此强硬的时候 就回到我们刚肥宜问了 那利率到底怎么看 其实我就讲 因为你都这么强的时候 我接下来我当然 还有降息的必要吗 其实说真的啦 你说还有没有降息的必要 这样的声音 你都这么强 还要不要降息 我说多少还是会降息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就 除了就位市场经济强之外 主要因为他过去的升息 是因为什么 他是要把物价给压下来 你发现到什么 现在物价 其实已经掉到2.4% 他已经快接近 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区间 所以我说 那我为什么还要把利率维持在 所以他接下来的概念 当然就是我今天会把利率挑战 但是怎么样 我速度会慢一点 我不会像过去 你像过去 你像是说当初 费得加年马首 大家本来预期 哇 接下来可能某一些 就是他每次开利率决策会议的时候 可能某些月份 他可能一次会调降两码 但是你如果看最新的Fight Watch 我们常常看是 那个整体的市场预测 你发现到什么 他从原本可能降两码 你发现到什么 现在每次几乎 调降大概就一次 如果真的调的话 一次大概就是一码一码的降 他已经几乎 对 他已经没有一次调两码 这样的空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美元的话 就还可以维持在他一个强度 对 你讲到重点 所以我把下图的那个图对照出来 你就可以发现到什么 但如果现在利率是一个缓降的阶段 是 你发现其实他对美元的压力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要说说明一个很清楚 一个方式 时间把它拉长来看的时候 你发现到美元主要基本上 还是跟着他的利率的走势 就短期他基本贴得很近 过去为什么 你发现到利率一路上升的时候 美元也一路转强 染色这条线就是美元的指数 你发现一路转强 那如果今天假设利率开始往下降 虽然他速度比较慢 但问题是什么 大方向是往下说 美元里路上 应该也是会比较稍微弱一点 所以他会呈现一个缓扁的格局 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就把整个故事 说明得很清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要价不菲的Nike 这个倒勾系列的球鞋 现在是变成了时代的眼泪吗 到底被谁取代了 我们稍后来关心